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一个人的最好状态是什么呢 是眼睛里写满了故事 但脸上却不见风霜 这话说的有意思 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 让人家尊重 一定是你经历了很多的事 而不是你因为纯洁天真 你一定要经历很多事 你能够堂堂正正的站在这 别人才尊重你 但你又不能把苦难写在脸上 那我确实见过这人 永远一见你就嗨声叹气的 愁眉不展 天天就谁都跟他过不去 那这种人他都是负能量 你趁早离他远点 如果你有能力 你帮他解开这嘎堂 没有能力你就离他远点 当一个人呈现这种状态的时候呢 有八个字很有意思 这八个字叫不羡慕谁 不嘲笑谁 你比我高 我不羡慕你 你比我低 我不嘲笑你 我其实觉得这个状态还差一句 这个状态还差一句 叫什么呢 叫不嫉妒谁 我们老说羡慕嫉妒恨 羡慕和嫉妒之间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嫉妒非常影响人的人格形成 过去古人就说一句话 说这人恨人有笑人无 就是别人有了恨得要死 别人没有他就嘲笑人家 他自个永远没有一个最佳状态 我们这个社会 由于复杂和丰富 我们每个人 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背景 这个家庭背景 乃至你的人生全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每个人拥有的不一样 我为什么不后缀一个名词呢 就是说你拥有什么呀 你拥有物质的 精神的 非物质的 非精神的 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你比如我找一个 随便找一个年轻人比较 我认为他比我好 他为什么比我好 他比我年轻 那年轻人说 你有钱 你有地位 你有名气 这些对我 对着年轻人而言 这些都一点都不重要 我如果说 我们真的能做过一个 做一个置换 就是我所有的 现有的 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的 这些财产 我愿意换回我的年轻 我都不要说 我换回我的二十岁三十岁 你换到我四五十岁 我都很高兴 那会我会有一个最佳的状态 所以我们每个人 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看别人的时候 一定不要老生嫉妒感 嫉妒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文化 你心里过不去的时候 我过去说过 就是写文章也写过 你心里有过不去的时候 你就到墓地里走一走 你到墓地里走一走的时候 你看着每个墓碑的碑文 看着每个人的年龄 你会有很多感受 比如我爹 我爹身体特别好 当年七十二岁 迅速就得病就走了 那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痛 就都二十年了 我还有时候做梦梦见他 我每年给爹扫墓的时候 我看着那个墓碑 我就想他为什么不能多享几年福 他只活了七十二岁 但我在那一六墓碑中去巡视的时候 我发现在这里比我爹活的岁数长的人 微乎其微 大量的人还没活到这个岁数 所以你不仅要认知这个社会 还要认可这个社会 不要不认可社会 对吧 一个人非常好的状态 就是可以自由自在的活着 我老说人生的生活质量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活到这个岁数了 每十岁 我们从十岁 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 我现在没到七十 所以我不能说七十岁 每十岁 你都会有一种生理和心理上的一个变化 我们说 那你说这四十一岁跟四十岁有啥区别 没啥区别 它就是个心理变化 当你那天过完生日 你由三十跨向四十 由四十跨向五十 由五十跨向六十的时候 你心里完全不一样 我五十岁的时候觉得悲哀 怎么能活到五十了呢 可是你想你活到五十还没死呢 对吧 等我活到六十岁那天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五十岁非常好了 人得知足啊 所以我很喜欢自己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是什么呢 我不需要把自己弄得装腔做事 我很希望在今天的社会中 我走到哪儿在一个街头小馆吃碗面 我确实有过这种事 我还经常的 就今天也是经常的 进了一个小馆 就自己一个人 去排队满一满面 在那样的一个小桌上吃 对面的人看着你愣愣的 有时候突然发现你 说你好像长得很像谁谁谁 对我就像特别像 非常的像 因为就是那人嘛 那你跟一个素媚平生的人 面对面的吃一碗面的时候 你跟他可以聊天 你可以知道他的生活状态 你也可以让别人看见你的生活状态 你们俩在这一瞬间 连价值观都是平等的 所以我有时候不大希望 走到哪都需要 有个场面 有人照顾 前呼后拥都没有必要 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不管你是什么状态 你首先要自己满足于自己这种自由的生活状态 那我们刚才说的全叫鸡汤 对你来说是有营养的 我们说鸡汤有营养 不代表说鸡精汤就没有营养 关键看你那鸡精怎么来的 如果你的鸡精确实是从鸡里提炼出来的 那我觉得这鸡精汤还可以 如果你的鸡精汤是配方 那我觉得这汤就有点问题 比如有这样的话 他说不担心别人会做的比你好 只需要每天你做的比前一天好就可以了 这话就有一点问题 他的概念是说成长是自己和自己的一场比赛 对吧 你每天都要成长 我觉得未必 我们生活中不需要每天都有成长 我每天做的都要比前一天好 那我就把自己给累死了 我今天做的不如前一天也没有关系 依然是我的人生 比如这黄花梨家具 黄花梨家具 那黄花梨的原香机 谁都给你这子坛呢 谁上来都跟你说 这棵树长五百年 长一千年 我告诉你 所有人跟你说都叫瞎说 我们的黄花梨子坛 不管直径能长到一米的黄花梨 还是直径长到三十公分的子坛 它最多长一百年 剩下它还活五百年 它是活着 它不再长 我们人也是这样 我们长到二十岁 基本就不长了 对吧 我们后面还有八十年可活 那八十年叫维持生命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每天都获得成绩 但不是每天非得进步 非得比昨天要好 那么在这种基金对出来的汤 它经常会告诉你 优于别人并不高贵 真正的高贵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不要强迫自己 永远要优于过去的自己 因为每一天都在过去 过去元朝人在高足碑上写上 人生百年常在最算来三万六千场 我们如果科学没有重大突破 一个人活一百岁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今天医学可能很快就有重大突破 那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到一百岁 那无非就是像元朝人的那种气魄 人生百年常在最算来三万六千场 这个我们正常的人 按照今天的人均寿命 我们现在人均寿命还达不到83岁 如果你活到83岁 大概是三万天 三万天你最重要的是中间那一万天 前面一万天 后面一万天都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前面五千天 后面五千天全去掉的话 你人生有质量的生命就两万天 两万天你究竟能干多少事 对吧 你究竟能把什么事情做得很好 很难说 所以我觉得人生 你努力就够了 努力就够了 是否能达到成功 跟你努力了多少次 不一定成正比 我们今天 我可以说一句 我反复说的话 就是你能够认知这个社会 完整的认知这个社会 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你完整的能认知自己最重要 知道自己的长处 不重要 知道自己的短处 最重要 所以在中国文化中 中国文化中 它有一种叫 执着文化 它讲究坚持 比如我们说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对吧 这个有智者 施敬成 这就有个问题 有智者 施敬成 不仅仅是你有智 你还得有方法 你还得有能力 如果你觉得 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我觉得你不必在这上面纠结 那么你明知山有虎 你又不是武松 你为什么偏要向虎山行 对吧 你把自己当成别人的晚餐 所以我觉得知难而尽 是一种态度 知难而退 依然是一种态度 有时候知难而退 比知难而尽 更加正确 对吧 知道 止损 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事 叫止损 更重要的一个事 叫及时止损 我们刚才讲了 心灵鸡汤 鸡精汤 再有就是毒鸡汤 这个毒鸡汤的数量也很多 我们今天接到大量的这种短信中 很多都是毒鸡汤 比如有这样的话 他说没有任何好抱怨的事 一切遭遇都是为自己的曾经买单 对吧 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 所有的鸡汤 甭管什么类型的鸡汤 它一定存在一个道理 那么我们不抱怨过去的事 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结果 是你为过去的行为买单 这是对的 那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说 我们怎么能改变这个状态 我们如果屡次三番 为你的自个儿的过去的行为买单 那一定是你的问题 你抱怨不抱怨都不重要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说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品格不会坏到哪里 一个品格好的人 一生的运气也不会差到哪里 这个不一定 读书 有人读书是吸取营养 有人读书是学习计谋 所以古人就说 这个少不看水浒 老不看三国 为什么少不看水浒呢 因为水浒讲哥们义气 我年轻的时候看着玩 哥们义气一上来 两肋插着刀就出去了 直接就犯了事了 自己一生都耽误了 老不看三国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读书的时候 你老了看三国 你看的更多的是计谋 你怎么去算计 所以古人说这话很有道理 少不看水浒 老不看三国 那么你说 一个品心品格好的人 一生的运气 不会差到哪去 这不是绝对的 过去中国古代 还有一句话 跟他反向说的 他说 好人无常寿 祸害一千年 这话我从小就听了 老头老太太老说 在那祸害一千年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中 先把自己作证 然后利用自己的学习的知识 去判断这个社会 这是很重要判断这个社会 我们刚才讲了 人生三个决定 第一个是趋利 第二个是趋名 第三个就是趋静 希望你内心 到我现在这个岁数上 人过五十以后 不论男女 你都希望内心越来越安静 不去那么慌慌张张 人到一定岁数时候 会开始有信仰 我们说的信仰 不仅仅是宗教信仰 信仰不一定全是宗教 我过去碰到过 有一次跟一些老外吃饭聊天 老外呢 因为他们从小受宗教的 这个熏陶 在一个平和的社会环境中生存 他没有必要说瞎话 所以他到中国以后呢 经过几年的工作 他就很苦恼的一件事 他认为中国人老讲瞎话 他就问我 为什么中国人老说瞎话 那有人在桌子上 还有别的人呢 有人就说 这个我知道 因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 那老外马上就制止这句话 说不对 他说我也没有宗教信仰 但我绝对不说瞎话 那为什么我们 站在我们的角度上 有时候看西方人 我看无数人都说过这个话 就觉得外国人傻 脑子不灵 中国人灵 中国人灵活呀 没有一个事是可以坚持原则的 我们是都能够变通 外国人讲的这个不说瞎话呢 是因为他的社会平和 而且西方社会对瞎话 说瞎话 说谎言的人处置 十分的残酷 我们社会对这个 说瞎话的人的处置是比较轻的 那是由于文化的原因 我们都能能够理解这种善意的谎言 这是你说他说话是善意的谎言 我们对一般人说点瞎话 也就开个玩笑 也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 每个人活的都比较累 要辨识别人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 我们到这个时候 当一个人趋静的时候 他一定要遵循一些原则 不管你是信仰宗教 还是你遵循道德原则 你要寻求内心的安宁 你比如我们这个心经里就讲 心无挂碍 心无挂碍就是心里没有什么 让你老纠结的事 我们现在 我老看年轻人经常说 我特纠结最近 老纠结 人家就问你什么心做的 你什么这个呢 跟那都没什么太多关系 一个人如果能锻炼自己 心胸开阔一点 当然我们老说舍得了放下了 说的都是这些词 你说我既舍不得我也放不下 没关系 慢慢锻炼自己 我们人生都很愿意获得一个成功 每个人希望的成功 往往都是大于自己的想象的 我们会采访很多成功者 就说你人生是怎么规划的 你人生有什么目标 我先告诉你 人生如果有一个完整的规划 如果你有一个目标 你一定一事无成 我们举例说明 我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中 它有很多我们的生存原理 比如你在这个非洲草原上 这个看到猎豹捕捉羚羊的画面 这个只要你打开个动物世界 这是一个最普通的画面 猎豹从A点出发 发现了B点的羚羊 在奔跑中 羚羊不停的改变方向 猎豹也在不停的修正自己 最后在C点 捕获到羚羊 这个过程并不复杂 现在是下面的道理复杂 如果猎豹有一个人生规划 它就应该规划到C点 它直接就跑到C点等着 羊羊冲过来 一口咬住 吃完拉倒 这叫人生目标和规划 那么如果它没有这个规划 那它好了 它在捕获羚羊 从A点出发的那一刻 我告诉你 它每一步都没有卖对 每一步都卖错了 它只不过是在下一步 修正上一步的错误而已 它每一步都在修正前一步的错误 因为羚羊不停的在变换 它的目标呢 这个一定不是走一条直线 它走了各种复杂的曲线 所以猎豹在不停的修正自己的上一次的错误 最终把它捕获到 这说明一个什么 不管是羚羊还是我们的人生 你最重要的能力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能力 如果你人生有一个目标 你就定这样一个目标 就是我在生活中 我在这个工作中 我能够不断的修正自己 以期适应这个社会的变化 我们说这么沉重的一个话题 或者说这么伟大的一个话题 我依然坚持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态度 我依然坚持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态度 人生没有什么意义 但我们活着 就是要去赋予它有一个意义 这个意义构成了我们自己完整的人生 我们今天讲到最后 我们要看看我们247 我们每一期至少拿一件文物 我们247最后一件文物 有多么的震撼 来解释我们的人生 我可以让你们看一看 这是你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 叫金饭碗 这是一个纯金的碗 拿在手里很压手很重 上面有极细的赞克的文饰 你对它有点了解的话 你一定知道 这是唐代的 碗形是唐代的 文样也是唐代的 这个碗的中心文样 是唐代非常流行的一种鸟 叫西翅 我们说鸡翅目 最初就是西翅目 是一个类似鸳鸯的鸟 赞克极细 外面也是一圈 八个图案 全部是鸟的各种形态 这样一个纯金的碗 是唐代的 我们有机会 如果去陕西省历史博物院 去看到荷家村的教堂 就有类似的这种金碗出现 我们的金饭碗 是我们生活中 每个人都愿意捧上的金饭碗 后来演化成铁饭碗 就是说你到了一个国有单位 能保你一辈子 就叫人生有了铁饭碗 你认为人生有一个铁饭碗幸福吗 你觉得没什么可幸福 那你认为人生捧上这样一个金饭碗幸福吗 你说一定幸福 但是我告诉你 这金饭碗不是你的 你人生捧不上这么一个金饭碗 我们现在地球上有70亿人 没有人拿一个金饭碗吃饭 你能看到为数不多的一些金饭碗 无非就是在博物馆里展出 知道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证物 证明大唐是中国地质社会的高峰期 证明当时社会的富足文化的昌盛 那么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这些还不过瘾 那你就下载官复APP 上面有很多学习机会 也有你参与的机会 也有我们更详尽的介绍这种金饭碗的知识 对吧 那么我们如果说我们人生真应该捧上一个金饭碗的话 那这个金饭碗是什么 就是你对这个世界对你活在这个世界的全部认知 我们247节目 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会休息一段时间 我们希望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 搁在这吧 搁这上头没事 这是一个蛋糕 上面写着马爷辛苦官复都督 247 我们一开始设置的就是说半个小时就行了 我们经常说成一个小时 一个人对着机器说一个小时 其实挺累的 每次你觉得我很自如 其实我每次录完节目都会一身大汗 不管这屋里有多么凉我都会出汗 这是一种紧张的状态 人生紧张 做节目紧张一定是不好的 适度紧张是好的 我曾经说过 那么 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给我准备了这样一个蛋糕 你们看这个节目有无数人在幕后工作 我只不过是推到前台一个说话的人 所有人都上来拍照 都上来 我坐着 你们能不能站着 好吧 咱点站着 招招那边点 别这边推太多 我们拍张照 不用等我